這一個是打字包教人通名的不夠 這一個好玩笑 史上最慘痛失敗 台灣5元12強 昨天牙錦賽台灣的第二場 對戰哈薩克 即前天輸給黎巴嫩後 台灣在攻守兩端 似乎還是沒能調整回來 在開賽沒多久 哈薩克就打出一波20比0攻勢 這整整7分多中 台灣一分未得 因此首截打完就以7比25落後 還外帶7次15 本場攻下全隊最高21分的劉真 第二節跳出來獨得9分 勉強拉近差距 但中場過後 台灣又是一波當機 長達5分鐘無法得分 雖然全場拿下雙十的林之傑 也漂亮的連續轉身過人上籃 好不容易又靠紅之扇連標兩季三分球 他卻在此時腳踝翻船下場 到了決勝節 台灣一度追到全場最近的7分落後 卻僅止於此 而戴維斯和重返賽場的紅之扇 又相繼午飯畢業 中場台灣就以73比84敗給哈薩克 另外一方面 卡達在兩度延長後 以105比100逆轉黎巴嫩 因此台灣確定5元12強 創下史上最差成績 然後每個中場都保護到 然後超過藍牌 然後失誤也沒有很少 然後所以他們也在比賽中間 董情文綜合報導 他們都是蘋果日報的爆料公民 你還在等什麼 每月兩則爆料被採用月齡兩萬 每週點月數最高 載送獎金五萬元 現在就加入蘋果爆料公民行列